塞浦勒斯銀行 可是卻10萬 整個歐元以上這些大戶門 課稅 課稅多少 最高來到40% 哇 這壓力很大 結果過關之後的話 他就能夠掙得100萬歐元的資助 這個問題跟洛基會也變成什麼樣子呢 所以俄羅斯開始頭疼 俄羅斯之後的話 他可能面對一個重大的課稅壓力 所以普丁之前跳出來喊話 你敢課的話 我就敢制裁你 結果德國第一個跳出來說 不是我 不是我 這個故事還要再延續下去 不止如此 在今天基金單元裡頭 也要告訴大家 基金這麼做 才是真正好的一個賺法 怎麼做呢 現在行情變化裡頭 已經多頭這麼的熱 通通奔向的新高 賣是徒弟而有 賣才是師傅的動作 現階段應該怎麼賣才是最好的 原來基金就應該這麼做 才會賺大錢 好 馬上為您邀請到現場來賓 首先為您教室 資生費是曾光輝 光輝你好 社長好 大家好 以及為您介紹的是外貿專家 齊展 齊展你好 社長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們歡迎兩位來到現場 就在一開始的話 我們先來掌握一下 最新的數字跳動 首先第一個 所看到在倒酒部分的話 小掌9點在電子盤的一個部分 倒中小掌9點之外 NAS的其部分 也維持一個小紅盤的行情 不過德英發已經是開盤了 開盤的情況之下的話 彈幅6到9%之多德英發的部分的話 今天看起來 從整個美國市場部分 包括歐洲市場 都是一個滿面紅光的情況 這在指數上的一個跳動跟變化 馬上來看一下 Breaking News最新的消息 在Breaking News最新消息裡頭 第一個就要來告訴大家 成長減速通膨區塊 誰就是在越南的部分 越南特別流行道 它是一個聯級交集的所在 TPP也好 或者在RCEP也好 或者在整個東協10加 10加3也好的話 裡面都有在越南的部分 可是呢 越南的成長力道部分的話 其實之前我們可以看到 在去年度的話 5.03%的GDP部分 今年一樣成長到5.5%之多 可是呢 5%多你覺得很好嗎 事實上 是它10多年來的一個 最低一點的情況 最低成長力道 在越南部分 它還是要積極的降息 為什麼呢 在經濟集合作體發展組織的部分 就訂立它說 你如果降息的話 擔心通膨壓力出現哦 可是 它還是只要降息哦 可見得 在越南部分 似乎已經遇到了壓力了 今天我們稍微要來告訴大家哦 新市場恐怕已經不利於 整個開發中 相對於開發中國家的話 恐怕相對比較弱哦 不像過去這樣一片的榮景哦 好 我們再看下去 所看到意大利 陷入20年漫長的衰退 5年流失60萬分的工作 意大利方面 最近的問題真的是比較大哦 尤其在整個大選的過後 大選 小輩跟老輩還是搞不定哦 大選 小輩跟老輩搞不定的情況之下的話 現在可能的情況之下 5月份也要重新呼呼一個頂來 阿哥仔酸一敗 哇 這個問題就大了哦 那麼除了意大利之外的話 現在整個歐元區 四份又是一個強債的高峰期 403億的歐元 這單性就是一個壓力哦 包含在5月份 如果要重新再來過的話 恐怕這壓力真的很大 現在是誰的問題 現在還有賽普勒斯的問題 還有外資的投入的資金的挹注哦 投資動向裡頭的話 包含在意大利方面 意大利 這個古尼只有13億的歐元而已 13億歐元而已哦 比誰還少 比希臘還少 所以呢 意大利問題都要特別特別流行到 好我們在把握重點要看到 是在頭版頭的最新消息 一開始就要告訴大家重頭戲哦 中國出口向 倒向整個高端的產業部分 這是一個積極轉型的動作 來自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那麼 一開始這個重點地理部分的話 還記得嗎 我們告訴大家一個小故事 在大陸市場裡頭 不管你是衣服啦 褲子啦 這些布料穿著的部分的話 所謂的庫存的地方 我告訴你13億人口 請殺你哦 請殺你 而且呢 在製造業成本在上升 包含在土壁 包含在人工部分 都在上升情況之下 很多通通都出走 所以中國出口 轉向到高端產業部分 高端產業是什麼呢 像電腦 像LED 像整個汽車的高配的零組件部分 這些都是一個重點的所在 好 我們再看下去哦 一開始就是一個新聞這種東西哦 Broomberg部分 最新的消息 15年來 新興國家第一季的漲勢 首次落後在已開發中國家 一切讓數字來說話 在MCI部分的話 我們所看到新市場指數 跟已開發國家指數部分的話 一個是往上調 結果一個是往下掉哦 竟然是出現15年來 在第一季 新興國家的漲勢 卻首次在落後於已開發的國家 這問題來了哦 新市場這個熱錢益住的情況之下 之前的一個標高 竟然開始轉趨回軟 竟然讓已開發國家 開始有些串生再串集的機會 所以這一點 整個投資策略上頭的話 都要特別的小心 包含在MOMSTEDY 剛剛MCI部分 現在是MOMSTEDY 他特別提出來 下修新市場的一個預期 可是呢 同步卻上修 已開發國家的預期哦 這一點就要特別留心了 好 最後一個重點 一起休息一下 再看一下 要看到這個路透社的一個報導 塞浦勒斯 塞浦勒斯紓困的案子 最後一刻竟然是壓線過關了 欸 40%耶 真的過關了嗎 我們準備好這新聞內容部分呢 告訴大家 就在上個禮拜 捐救股市部分的震盪的 塞浦勒斯部分 出現了曙光 而且塞浦勒斯政府呢 跟歐洲的三巨頭打成了協議 關閉第二大銀行 還拿大戶來開刀 怎麼說部分存款將被充公 而且讓政府還債 為什麼 一塊瞧瞧 示威者喊得聲嘶力竭 還是無法避免存款危機 塞浦勒斯政府 終於和歐洲三巨頭達成最新紓困協議 決定拿有錢人開刀 神醫也難救的第二大銀行 大眾銀行必須關門大吉 存款低於10萬歐元的存戶 錢會自動轉移到第一大銀行 塞浦勒斯銀行 而存款超過10萬歐元的大戶 將遭到凍結 資產充公 讓政府還債 消息一傳出 雅股受到激勵 日股漲幅超過1.6% 只是明明是小到無關痛癢的國家 歐盟卻不惜為了它 和俄羅斯隔空上演政治角力 就是因為塞浦勒斯 位於東西方勢力遭接觸 戰略位置重要 還坐擁可觀的天然氣 渴望讓歐盟終結 多年來被俄國敲詐的命運 加上離岸金融業務發達 是全球避稅天堂之一 三大籌碼成為國際強權鎖定的目標 三分之二的塞浦勒斯民眾 認為應該直接退出歐元區 向俄國靠攏 萬一真的發生 恐怕成為歐洲五國的壞榜樣 引發連鎖效應 將是歐元區最大風險 如今塞浦勒斯被迫倒向歐盟 代表經濟自主性大幅減弱 避稅天堂崩潰 未來幾年GDP恐怕萎縮10% 但如果不接受條件就只能宣告破產 在這場三方豪賭中 塞浦勒斯顯然是最大輸家 三新聞範已經報導 這問題會不會太過嚴重呢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塞浦勒斯歐盟有了紓困又如何 那麼這裡頭的話 包含在歐盟部分的話 塞浦勒斯還有在俄羅斯的部分 這個三巨頭這一次有了紓困 到底又如何 紓困拿了你100億的歐元 可是我們所看到 既然課稅40% 當然我們知道塞浦勒斯 這麼小的國家的話 這個重點不是那個 在後面是什麼 後面是俄羅斯 那麼歐盟這樣的計畫裡頭的話 包含我們可以告訴大家 這裡頭的小故事 俄羅斯也說過 最早開始 普丁第一個跳出來就嗆聲 誰這麼做 他開始要制裁他 他真的是誰 真的是德國 他怎麼制裁他 因為在俄羅斯方面的話 這個礦產這個比較多 包含在天然氣的部分的話 如果不供應給你的話 你就糟糕了 結果德國跳出來說 不是我 不是我 那麼一開始旗展 先聽聽看你的觀察 這個問題開始 其實早上9點多的話 看到這最新消息 怎麼會再吵架的事情 其實欠到人家瞌睡 甚至直接就被放吞下去了 怎麼會這樣子 爆米給大家找到 對啊 沒辦法 因為賽普勒斯 必須要在這段時間內 馬上達成一個協議 歐盟給的期限就是今天 對於他們來說 就是禮拜天之前 馬上要找到協議 所以他們必須要花長時間 趕快把這件事情做出來 雖然大家覺得 賽普勒斯這麼做 根本就是 我們講難聽一點 根本是上權辱國 把自己的所有權益跟主權 賣給了德國 賣給了歐元區 可是如果他不這麼做的話 可能今天他就已經離開歐元區 這位總統號稱 他是很謙虛的 很激去爭取到這樣的合約 怎麼會變成這樣 那麼接下來這話題部分 我們來聽聽看看 光輝兄的觀察 光輝兄 一開始先來看一下 觀眾朋友對於這個 最新消息的部分 可能沒那麼了解 不過我們先切入 不從賽普勒斯最新的紓困案來出爐 內容是什麼 包含100億歐元的紓困金 100億歐元紓困金 第二個 賽國第二大銀行 大眾銀行要解體 再來 10萬歐元以下的存款 將轉存到體質健全的 第一大賽普勒斯銀行 第一大賽普勒斯銀行 10萬歐元帳戶以上的話 不受保障 賽國將凍結並且扣減挪為債務清償之用 其中大多是俄羅斯人損款 以下呢 將不會被課徵任何的費用 哇 這下還得了 如果法國實行這一招的話 那些人走得快 你看看 我跑對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我們當初我們有報 法國不是要克服人稅嗎 所以大家錢都跑掉了 那你跑去哪裡 避稅天堂 我誰的稅比較低 我就跑去倒 好 賽普勒斯 賽普勒斯 剛好你投錢 所以喔 現在問題是這樣喔 你家家家也放錢太多 對你來說是很危險的事情 那這個小偷也要來了 這次強盜也來了 強盜都是歐洲的這些